中华美景品东方文化 本期品文化让我们解读南宋山水画开派画家李唐的绘画人生 整个清晰语影图这个画景 感到山石的一种减快 那种迅捷的美 山石那样的冷面 有一种方硬的翘拔的美 而树木又是那样的温润淋漓 其实这种画法都与前边不一样 像这种幽默的方式 后来也被它的继承者下规所发展 我们称之为托尼带水村 顾名思义 水墨淋漓 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而从画镜上看 有前边的万鹤松风图 松声水声风声交织在一起 这样的一种鸡蛋的鸡月的感觉 进入到了一个宁静的 优雅的一个画镜当中 我们说雾笼罩着空气是那样的湿润 造成水箱是那样的宁静 它进入到了一个宁静的画镜当中 而我们再看 山石的那一甲 有一个老者坐在船上 他在锤吊 这老者是渔夫吗 不是 他是一个悠闲的人 他在锤吊 我们从画镜中 似乎能感觉到 他淡定的心静 这锤吊 也许意义不在于 而在吊自己的心静 锤吊的老者 宁静的水箱 湿润的空气 翘拔方硬的山石 带给我们的是江南的一种景致 带来的是画家内心的感受 我们再来读一下 那首感慨的诗 雪里烟村 雨里探 看之容易 做之难 早之不入食人眼 多买胭脂 画牡丹 当时 他是一种心静的感慨 而随着时间的发展 可能他这种心静 也就发生了变化 由激荡 转入了宁静 他的画镜 也便是如此 就正如后来 人们提到他话的时候所说的 故国江山 入木秋 烟波流雨 后人愁 古今不遇兴亡事 只有苍浪 只有苍浪 独调 舟 这是一种 心静的转化 他传达在画镜上 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 一份 超越之情 由早期的豪放 到现在 一种超越的心静 他完成了 一个画法的转变 也完成了 画镜的转变 而在后边的这幅 清晰雨影图中 我们还可以感觉到 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 就是 从画高山大水 画全景 到画江南水乡的美景 画街景 只画景致的一部分 既不留天 也不留地 只看他 静观眼中的 一段山川 与我们前面看到的 高山大水 上流有天际 下流有地面 已经非常不同了 这样的一种画法 开启了南宋的新风 使得我们看到 画景中的山 景 更加的集中 形象更加的鲜明 再加之 画家一种 坚实有力的表现方式 淋漓的墨色 令我们 耳目一新 新的王朝的建立 不仅仅是社会的一个变化 对于画家来说 这种变化 在他的心中折射之后 也流淌在他的绘画当中 李唐的一生 画过多幅山水画 它是以山水画 主称的 在中国的画史上 他得以立足 也是因为 他画山水画 独到的创造 李唐是一个 全能的画家 人物 花鸟 山水 无所不经 除了他的山水画之外 人物画也十分的出色 那他还有哪些 传世的人物画呢 传世的人物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